2020 台湾有贏 2020 台湾有贏 台湾有贏 小英總統 動算 國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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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得 從台灣 年輕的一代基因 來到我們現場 主要就是 林非凡黨部的副秘書長 跟何柏文是議員 他是代表小英總統 後援會 來這邊 跟大家見面 跟媒體朋友見面 今天 在現場還有 幾位 從各地後援會來的 包括 Denver Denver的後援會 還有 北加州的後援會 今天也來參加這次暫時大會 我們請 請 那個 田永 田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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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vision 請 請 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我們今天的2020海外小營後援會 我們今天在下午舉行我們的大會 今年當然我們的目標就是4 more years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現在的總統,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團隊 繼續在台灣,繼續的推動我們往後4年我們的國家的政策 當然更加高興的就是說我們的強霸,我們的貴賓,我們的副秘書長跟我們的合議 我們來給我們加持,這是我們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這代表了我們一個年輕人的一個新的希望 我想這對我們來講是更加有意義 那我想我就請我們的總幹事跟我們介紹 大家好,很感謝大家這麼早時間就過來支持我們台灣 那今年這個2020海外小營後援會 特別情商黨中央還有靖總,一定要到海外來為我們排橋團結一致 所以中央那邊就特別派了在林非凡秘書長,還有何博文議員 希望經由他們來之後,能夠跟大家交心,讓各位鄉親能夠更團結 那麼貴賦跟議員昨天晚上12點多才到 那今天早上就趕快有進一段很狂忙的行程 尤其是何博文議員今天晚上就要趕回台灣去了 所以等於是這個超人行程啦,來了兩天而已 對啊,所以真的很辛苦 那負密從以前學藝時代大家都非常了解 那這次呢,中央特別派負密出來 就是為了要能夠招募更多的年輕人 尤其是台灣的第二代、第三代 能夠加入愛台灣的行列 尤其是今年年底這一戰 我們相信有在負密集各位團結一致的情況下 一定可以,總統連任不會過半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請負密來 我們負密總幹事 那還有很多現場在這邊有這個 我們黨籍的幹部 我們美系黨部的一些同仁 然後還有我們小五委員 我們今天在這邊其實代表 總統派主席跟蔡英文總統 那在特地來到這個LA 那跟我們鄉親志一 那這一趟的旅程 其實我會跑三個地方 那昨天完成了第一站 在休斯頓 那今天是這個第二站在LA 那明天我會飛去多倫諾 那是第三站 那明天,同樣也是明天 這個賴前院長應該就會到達舊金山 那展開後面的包括舊金山、芝加哥 跟DC、紐約的幾個行程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強調 團結對民進黨而言都不是問題 那從這一趟的旅程 我們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不管是賴前院長還是我們黨籍所有的幹部 在這次大選當中目標很清楚 就是總統連任為國伴 那我想在這邊特別要傳達給這個在LA的鄉親 在美國的這些我們台灣的鄉親 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這一次的大選要是我們未來在面對各種國際情勢變化 跟兩岸情勢變動的一個很關鍵的選舉 我不會說它是最後一次選舉 但是這是一個最關鍵的一次選舉 所以未來在因應整個國際情勢的變化 我們需要有一個能夠理性能夠因應局勢的總統 我們也需要有一個民主多數的國會 那我們當然也需要有一個團結的台灣社會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 所以這一次的大選 希望大家能夠全新田園的投入 不管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還是不同的戰鬥位置 就是大家都能夠就定位 剩下三個多月九十幾天的時間 我們一起把這場全戰打贏 讓總統連任國會過半 讓台灣能夠在未來這段時間 能夠度過一個轉型的重要的關鍵時刻 那我相信這是只有壯大台灣才能夠去面對 未來的新的局勢的挑戰 那我們在民進黨這一次9月28號的全代會上 我們通過了一項新的決議文 也是在這邊想要趁這個集會 跟所有海外的鄉親分享 這份決議文叫做 社會同行 世代共贏決議文 那這個決議文 其實我們很清楚的標示了 這個指標性的價值 第一個是我們明確的讓拒絕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進入到這個黨綱裡面 那變成一個黨的正式的綱領跟立場 所以未來民主新部黨會在這樣的基礎底下 發展我們對外的關係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很清楚要改造黨的平台 那跟改造整個政府治理的模式 強調更多的工部門跟民間合作 那這是我們在面對整個新的轉型的需要 所需要做的體制的調整 那第三個 當然也是希望能夠在未來 我們能夠把台灣的經驗 貢獻在國際社會當中 所以在這份決議文裡面我們提到 台灣應該要做世界的台灣 太平洋的台灣 而不是海峽兩岸的任何一邊 所以這幾個精神 包括這份決議文 其實都在在顯示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一個決心 那也希望海外鄉親能夠更加臨結到民進黨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有所反省 那也有所成長 也看到我們的組織改造 跟整個黨務的改造 在昨主席帶領之下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年輕的幹部 投入跟加入民進黨 那我們都相信民進黨是可以改變的政黨 也是願意改變的政黨 那請大家再給我們四年的時間 讓台灣度過這個未來重要的一個轉型的時刻 以上 謝謝 我想這個 我們的許主委 我們的田董事長 我們的非法秘書長 現場所有的媒體 各位貴賓大家好 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盟邦 那我們在這邊非常感謝 在美國的台橋 多年來 數十年來 為台灣在國際上發生 在美國做了最好的 國民外交國際宣傳 所以在這個台美關係 日益的緊密 台美關係 日益的重要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次2020 總統大選 小英要贏 台灣要贏 最關鍵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台橋 在美國除了替台灣宣傳之外 在關鍵的大選時刻 能夠號召海外的台橋 全力回鄉 回台灣投票 投下關鍵的一票 投下神聖的一票 來決定台灣未來的一個走向 所以我們在這邊 除了感謝台灣的 價值的一個立場之上 包括台灣在區域和平穩定的 這樣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地位上 我們都希望 跟美國之間的這樣的一個 友好關係 能夠繼續的維持下去 那感謝大家在這邊的努力 那我想在台灣 我們也會更加努力的 爭取更多的資源 希望讓台灣的橋界 能夠在美國的各個角落 各個階層 各個行業 能夠持續的為台灣發聲 再次感謝大家 呼籲大家 一定要記得返鄉投票 謝謝 各位媒體 女士先生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 有請問 先問嗎 不怕你問 好 好 可以問好問滿 好 不好意思 這次他們海外後援會 他們一直提到說 林菲白 你願意加入民進黨 實在是如虎天翼 也是民進黨之福 他們用這樣的一個形容詞 來形容你 你們講到當初是什麼東西 觸動你過來這邊 過來選擇民進黨 願意進入到一個黨務公職之外 而你在這個裡面 你有看到年輕世代 你怎麼去發揮你的力量去影響年輕世代 這原本應該是在演講的時候 應該會跟大家說明 那我就稍微簡單回答 就是 加入民進黨這個決定 其實思考了半年左右 就是花了非常久一段時間 我從二月份 這個 剛從英國念完書回來之後 羅文家秘書長當時就盛請邀約了 那在第一時間其實坦白講 我心裡面的想法是怎麼可能 但是 經過這半年其實 包括跟佐主席 包括跟文家秘書長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也跟 蔡總統跟總統府審訊秘書長 也深談過好幾次 那我想最主要的理由是 我們都對2020年的這個局勢有所擔心 那這個擔心 隨著包括香港的情勢的惡化 那包括我們在國際上面的這個 不斷遭受到打壓 其實都有很直接的關聯 那我們希望在 當時候最主要的決定 其實希望能夠透過 這個我自己個人的投入 那也能夠至少讓台灣社會 一個重新認識民進黨 那民進黨他過去這幾年 推動一些重要的價值 跟一些重要的轉型工作 其實我們很在乎 也很擔心 未來如果2020年 這個我們面對到的是一個 保守的執政黨 那或者是一個保守多數的國會 那我們很多重要的改革的法案跟工程 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都會倒退 那所以我們2020年真的確實是需要 一個冷靜理性的總統 去面對整個國際情勢的變化 那我們也需要一個民主多數 跟主張多元價值的國會 他能夠在國會裡面 替我們過去這幾年 打下的基礎做努力 那我願意投入這樣的一個行列 在2020年這個選戰裡面 扮演角色 那全力的去幫我們所有黨籍的立委 那也幫助蔡總統 在這段時間能夠爭取連任 勝選的機會 那也希望未來這段時間 能夠團結更多台灣社會 我們都知道過去一段時間有 大家對於執政黨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批評 那甚至我個人對於過去的民進黨的執政 也有很多的聲音 那我認為民進黨還是一個可以改變的政黨 我們可以透過參與去改變它 那我希望我們的參與跟投入 有辦法改變過去的政治的論述 那改變我們對政治的想像跟期待 那你已經做了幾個月你改決了 改決了 有什麼你想像嗎 那年輕人真的有動起來嗎 我覺得其實我看到 坦白講蠻感動的 就是不只我 投入在黨內 我們有非常多的年輕的優秀幹部 他其實慢慢在黨內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次大選當中 從一月份開始 左主席談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辯政行 另外一個是大對話 那所謂辯政行是他強調黨務的改造 所以很多黨部的這個議席主管 其實都是年輕人 甚至有些人其實年紀比較輕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很大膽的一步 但是我覺得也是民進黨現在必須要走的一步 那讓一些不同的做法跟不同的思維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們是娃娃兵 或是這個投資群 或是沒有政治經驗 那我相信這段時間以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黨的狀態跟活力 其實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黨籍的這個立委候選人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非常多艱困的選區 其實是有非常年輕的40歲以下 沒有參與過選舉的一些年輕的幹部 包括重要的幕僚 大家投入到選舉裡面 那在最艱困的選區裡面 希望能夠爭取大家的支持 所以民進黨的清點世代其實不怕挑戰 那也希望在這段時間 能夠用我們的行動去證明 民進黨是一個可以改變的政黨 也可以被年輕人改變的政黨 那這是我想我們最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 也希望是未來給台灣各個不同政黨 大家互動或競爭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看到一個新的民進黨 我想請問一下非凡 就是你剛剛講到一爆的這個世代溝通 這樣的普蘭加入民進黨 那海外尤其是像南加州洛杉磯這邊 其實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 占有很大的一個很快 就是說很多民主前輩 因為他是在從海外去 黑名單 那你可能來過這邊幾次 你在這邊你覺得你有得到南加州洛杉磯 或是你覺得可以跟這邊的民主的前輩有什麼溝通 我覺得第一個是昨天其實在休士頓談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參觀了那邊的這個台灣人活動中心 然後今天來到這個記得會現場之前 我們也去了台灣會館 那也知道台灣會館接下來有一個重建的計畫 那不管是像休士頓台灣人中心 還是這個LA的台灣會館 還是我們知道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台灣人活動的據點 那這一個又一個的會館其實是過去好幾代人 努力下來才會有的成果 那其實我們非常感謝過去這些前輩 大家在不管是國內還是在海外的民主運動 或台灣的各種運動裡面扮演角色 然後盡可能去支持在台灣的各種行動 那其實海外的相信一直都是台灣民主化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那我想我們這一代或許沒有經歷過這個威權時期的這個 或是白色恐怖的這段歷史 但我們都很肯定 也甚至應該講很欽佩當年的這些前輩大家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跟接放下去的一個重要的任務 那就算我們大家的生命經驗不太一樣 我們成長背景跟環境時空條件都已經有所不同 但一代一代台灣人在追求的夢想其實很簡單 它希望一個民主自由而獨立的國家 能夠在這個世界上被認知跟肯定 那我們走在國際當中能夠有尊嚴的行走 而不會被其他國家打壓 這是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每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在追求的夢想 那我相信這也是每一個台灣會館跟每一個台灣活動中心的最核心的精神 那希望能夠讓海內外的所有的台灣的下一代 能夠有這樣的心態跟認識 肯定自己 然後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從何而來 那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而是未來我們會繼承所有前輩的奴隸 那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能夠再往前一步 那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次民調就是顯示 那你們民進黨目前對你們的選情是抱怎麼樣的態度 我們現在對大選當然是審慎樂觀 那就是我們當然在這個總統大選方面 我們其實在支持度各方面其實都穩定領先 我們主要的對手 那這樣領先的幅度其實有一段蠻穩定的期間 那未來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的話 我們是相對謹慎跟樂觀 但我們也要提醒 因為未來這一段時間 這個中國其實已經發展出一套 這個介入台灣大選的方案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這個習近平所主導的中國界選方案 台灣界選方案 那這樣的對台灣的這個選舉的介入 其實在未來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相信會更加嚴峻 我們在上個月已經看到 這個一週之內奪取我們兩個邦交國 那甚至是動用這個訊息戰跟假訊息的方式在影響台灣的大選 這在去年底的選舉出現過 一直到今天也持續不斷在發生 那它對我們的繼承組織的滲透 也不斷在加強 那我們要這邊特別的提醒 就是未來中國的界選方案 很有可能再升級 那我們要避免它動用這個所謂的極限施壓這樣的手段 就是未來持續的透過更多外交甚至軍事上面的一些封鎖跟動嚇 那甚至在台灣的用金錢或是用這個資源去介入台灣選舉的方式 所以我們雖然對現在的這個民調結果是相對樂觀 但是也不容大意 那國會選舉方面也要特別強調 其實我們在今年國會是重重之重 那國會有絕對不能輸的壓力 我們必須要過敗 因為就如同剛剛所講 如果未來我們即便擁有一個執政的政府 但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民主多數的國會 那我們過去幾年努力的各項的議題 包括轉型正義、世代正義相關的一些法案、年金改革 種種這些重要的改革工程 很有可能在一個保守多數的國會底下被推翻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總統連任 國會也要過半 那這是我們的總目標 那所以謹慎之外 樂觀之外應該還是要保有一點謹慎 所以希望所有海內外相信大家能夠在1月11號 不只回去投下總統票 也必須要回去投下國會這真正的票 佐榮泰說是你會負責文宣 這是大選的文宣 像Facebook它的規則裡面 對政治人物的發言 他是為Fact and Check 所以在年底的選舉 會不會再出現像現在AI那麼的發達 會出現那種Deep Fake的形態的那種假訊息 假訊息你們怎麼面對 到時候一定會很嚴重 而且Facebook它已經表明說 我們不去過濾政客的言論 那麼你負責的這個文宣 當面對這樣的局勢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什麼因應的對策 對而且不只是社群的操作 就是我們在整個大選的文宣上面 我們在目前 當然一部分主要的工作 其實是在 重新讓選民認識到 認識到民進黨 重新讓大家認識到 民進黨現在跟過往的民進黨有所不同 我們在這次選戰當中 我們非常特別強調的是 這個黨跟社會的連結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你會看到我們有非常多跟社會對話的工程 那這其實也是我們讓選民重新認識民進黨的一個重要的管道跟方式 當然這也不僅只是一個文宣工作 它同時也是一個組織工作 那面對假訊息的部分 其實我們確實面對到非常多 這個假訊息的這個挑戰 即便就舉一個例子 即便到今天 我們還有這個 還有很多網路上的一些假訊息 在不斷流傳這個總統 關於總統學位的問題 類似這樣子的假訊息 其實還是一樣不斷的出現 那我想這個民進黨必須要做的事情 當然一方面是在這些假訊息出現之後 快速的反應跟快速的回應 那二方面 當然也是我們要強化這個選民的對於假訊息的辨識的能力 那所以 未來我們透過黨的幾個重要的溝通的平台 包括我們的LINE 我們的臉書 跟我們一些相關的社群 包括IG 我們如何在第一時間去澄清一些錯誤的訊息 那甚至黨要積極的去回應一些 這個 讓民眾知道一些真實的資訊 那這是未來我們在面對假訊息的時候會做的事情 那當然也必須強調說 面對假訊息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工程 因為他是四面八方的進到台灣來 那有的是這個我們的對手 刻意操作的一些訊息 有的是這個我們在國外的對手 刻意操作的這些訊息 那這些種種的這個工作其實我們都大意不得 但是要如何面對其實 除了快速反應之外 真的就是強化大家對這個訊息辨識的能力和認知 不好意思喔 那我就繼續問了 我那邊會補充一下 對 沒關係我等一下會問到 沒關係不會 我們實在是這樣子 其實在這個地方大概存在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現在我再問一個 就是賴清德的問題 我想說在這邊其實很多的南家僑民 其實當初支持賴清德的 因為有些用力過度了 所以會有一些傷痕 那我們想說這次賴清德又沒有來這邊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要說 就是說去鼓勵這些台僑回歸 對我們這樣好像台灣已經回歸百分之八十幾了嘛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什麼樣的鼓勵在這邊的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樣的一些方式 你們希望說這些台場趕快回來啊 不 不 不不不你講一下 不不不你講一下 我想剛剛北白秘書長已經很清楚的講過 其實這次民進黨的團結真的不是問題 那我想這個民進黨初選結束之後 賴清德院長也展現非常高的一個民主風度 所以我們因為有良好的一個民主進步黨的一個傳統 初選他們有競爭 可是競爭完之後 大家共同接受這樣的一個民主結果 那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歷史傳統 其實包括這次總統大選初選之後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優良的一個民主傳統的一個傳承 所以我覺得我對民進黨的團結是毫無疑問 那反觀這個國民黨在初選之後 其實內部一直延續著 包括路線之爭 包括意氣之爭 那這樣的一個爭端其實突顯 讓更多的民眾覺得對於國民黨內的整合 跟這樣的一個不團結 產生了高度的一個疑問跟質疑 所以我想兩相比較之下 台灣的民眾應該對於民進黨的繼續指正 應該是抱持著有信心 而且是樂觀 甚至是更加的期待 那我在這邊其實要特別的拜託我們的台灣的僑胞 那在這邊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國際宣傳 那特別在這邊我們做了這麼多台灣宣傳的一個工作 其實無非也是希望台灣的民族能夠鞏固 把這樣的一個制度能夠永續的生存 那所以最好的一個方式 最具體的一個落實就是 20201月11號一定要記得返鄉投票 那我了解的是目前其實投票的意願都非常的踴躍 我昨天在休斯頓還有一些僑民跟我講 就是說好像經濟艙幾乎都已經快訂光了 那我想即使經濟艙訂光了 不要忘了商務艙也值得讓你花錢回去為台灣的民族進行分行李 那我想這次我跟這個非凡副民族長來造這個美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心願 那個丁賴沛呢 你的問題越來越不難喔 你一進線都已經把那個看板 大合照 大合照 對 你們講一下 這小明一定會問的 我想就承受我剛剛所講的 其實這個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院長在初選之後 任何的整合跟團體是毫無疑問的 那未來因賴沛是不是能夠成型 我想有很多主客觀的因素 最重要的要尊重這個賴清德院長跟蔡英文蔡總統的主觀的意願 那我想如果大家有所期待能夠水到取成 我想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至於未來會怎麼發展 我想還是要尊重這個蔡英文蔡總統最後的一個選擇 還有賴清德賴院長他經過多日思考之後 怎麼樣做一個決定 但是無論如何有沒有這個因賴沛成型 我相信對於2020民進黨的大選的團結 跟2020大家期許小英繼續連任這樣的一個目標是沒有任何改變 你們談一下那個論文門 尤其我們這位林非凡副秘書長 你是小英總統的學弟 你們談一下論文門其實在南加州 其實或者在外這個橋 因為我們沒有更進步的這個資訊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看政經關不了 其實有些是被影響的 那你們談一下說這個對 到底選情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發酵或影響 因為有人已經要告到英國的你們的學校了 我想第一個這個事情已經澄清過了非常非常多次 那總統包括總統府也招牌政策記者 會把論文的完整的稿件都已經公開出來 那也送到這個國家圖書館做儲存 那所以在國家圖書館 其實未來可以調閱到這個總統的論文 那第二個是LSE 不管是在這個2016年這個蔡總統剛當選的時候 發表過這個恭賀的校友當選台灣總統的這個訊息 在前一陣子也因為大家不斷的要求之下 他們也再一次的在這個網站上公開的正式的回應 那確認了總統在這個博士論文局的學位 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也再一次的這個肯認蔡總統的博士學位的問題 那所以對於還有疑惑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或許不妨能夠去看一下包括LSE的官方的說明 那也包括如果對論文內容有興趣的朋友 或許也可以去台灣國家圖書館做調閱 那我想這個應該差不多就這樣 我想請賓夏可博市議員 您本身是在這個人民的基層上面 就是說在這邊就了解這個論文門會對我們台灣的選民有影響嗎 我認為基本上這個影響極其有限 因為第一個蔡英文在從我面對這個問題 她已經速度公開澄清說明 總統府也做過一個公開的一個記者會 那包括這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都已經公開在官網上澄清了相關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對於台灣的人民來講 在做一個選擇決定上並不會有任何的困難 那事實上這個也很清楚 就是蔡英文蔡總統她的學位是百分之百貨真價實的 那我想與其在這樣的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上繼續打轉 還不如針對2020未來台灣的這個前途國政 還有針對香港反送中相關的一個議題 對台灣產生的影響都做討論 我想會更加的有意義 請問一下我們這邊常常講說香港台灣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可是黃之公說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你是一個太陽花是一個學運分子 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然後你覺得民進黨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我想我們其實談過很多次 其實在台灣過去有人說 這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但是實際上我在很多場合都提過 就是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台港之間其實在面對中國的威權擴張 其實我們都在第一道防線上 那所以其實是今日香港今日台灣 因為我們共同在面對到整個中國的打壓 那所以台灣跟香港其實在面對中國打壓這件事情上面 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那所以我想互相的聲援跟支持是必須的 我們在這個前一陣子 我們香港的朋友來訪的時候 我們也不斷強調過這一點 那能夠提供給香港的朋友的支持 其實除了我們希望能夠讓更多 台灣公民社會的各界能夠理解到香港的議題 那也更多在民間社會的一些聲援的行動之外 其實關於香港的一些朋友 或者台灣一些朋友關注的一些人道救助的一些部分 其實政府都在做 那這個我們從包括我們的陸委會到總統府到民進黨中央 其實都已經在在強調過 其實相關的協助跟必要的協助其實都在提供當中 所以未來我們會持續希望能夠讓更多民間社會的朋友大家支持香港 那二方面也是會在這個在人道協助的部分我們持續的強化 來 如燕也要跟我們分享 沒有 還要問 我繼續這follow up 因為你剛剛說進入香港進入台灣 所以現在就是香港已經在一個很critical的形勢 然後這未來三個月可能會有更突破的發展 你覺得會怎樣影響到就是這一支的選情 沒有我想我們都密切關注整個香港的狀況 那還是要再一次 這個機會再一次呼籲這個中國政府跟香港政府 不要在這個錯誤之下繼續錯下去 就是從六月份以來我們看到整個香港情勢的惡化 我相信中國政府跟這個香港政府必須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那我們確實很擔心 那包括現在有非常多起的這個失蹤的案例 跟這個甚至是被自殺的這樣的案例出現 那香港現在無疑是進入到一個 我覺得類似當年台灣白色恐怖的這樣的狀態 那雖然人民還是持續不斷在上街頭抗爭 但是我們確實也看到更多的國家暴力 他在暗地裡面對不同的示威者做出這個人權上的一些侵犯 甚至是身體上面的侵犯 那這個是確實我們相當的擔憂 那台灣作為一個國際民主社會的成員 所以我們不會做事也不會放任這樣的形勢持續而保 我們會呼籲這個包括台灣的朋友 那我們在內更積極地去深遠香港支持香港 那同時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其實我們也會在人權跟民主的基礎上面 持續在國際社會當中去深遠香港 跟其他的民主國家一起去支持港人的抗爭